Hello,大家好,我是JC 今天我想来讲一期 中国和新加坡的华语使用大不同 我来新加坡也已经有一年了 刚来的时候 有一些新加坡人讲的华语 我真的是听不懂 所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一些趣事 有一次我婆婆问我 厨房里有玉叔叔,你要吃吗? 我顿时愣住了,什么是玉叔叔? 后来他跟我讲英文 我才知道原来是玉米 菠萝在中国的说法更为流行 但是如果你到新加坡来 你说菠萝肯定很多人听不懂 那是因为新加坡人 把菠萝叫做黄泥 黄泥的发音源自福建话 Online 如果你在新加坡的时隔吃饭 这时候有人过来问你 小妹你要喝什么水吗? 千万记住 他这个水不是让你选择矿泉水的品牌 他这个水呢 是指所有饮料的同称 当你选好饮料 这时候他又来问你 你要烧的还是冷的 这个时候千万要镇静 不要被吓到 烧的并不是指100度的沸水 而是指热饮 那冷的呢 也不是指常温的冷 而是冰的 之前在我婆婆家吃饭的时候 他煮了一锅汤 当他端出来的时候 他让我们注意不要被烫到 就说这个汤很烧 当然他的发音不是说很烧 而是说很骚 因为新加坡人吃 私不分 所以在新加坡中文里面 烧水就等于热水的意思 而不是让你去烧一壶水 豆浆 豆奶 在新加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豆花水 我一直觉得豆花水这个名字很有诗意 肉包 这边叫大包 比肉包还要大的肉包 这边叫叶子梅大包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在新加坡吃海鲜 有些海鲜的名字特别可爱 你知道啦啦是什么吗 公公呢 猪猪是什么 啦啦就是隔离的意思 公公就是海螺的意思 猪猪也是一种海螺 另外新加坡人在报时间方面 跟中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这里习惯用几个字来表达 一个字等于五分钟 1点15分就是1点3个字 在新加坡数学不好的话 都不敢问几点了 巴仙是很多中国人出来新加坡的时候 听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但是听完就一脸懵逼 什么是巴仙 巴仙过海吗 其实巴仙就是百分比的意思 它源自英文% 10个巴仙就是百分之10 买两个可以省10巴仙哦 意思就是买两个就可以打九折 新加坡人很少有人用万这个数词 他们习惯用英语的思维来表达数字 1万就是10千 比如说 这车好贵哦 要850千 意思就是 这车很贵 要85万 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圆的就叫利 可以说 一粒球 一粒西瓜 或者一粒榴莲 打油 打油 不是打酱油 而是去加油站 加油的意思 我先生经常跟我说 要去打油了 然后到了加油站呢 他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 full tank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full tank是什么意思 后来问了他 才知道是full tank 新加坡人讲英文呢 也是怎么样方便怎么来 所以他们就是说full tank 另外 德式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一开始也是不懂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是出租车的意思 他们把第一个d式 d可能读成德字了 然后将错就错 以后就一直在读德式 现在连新加坡华文里面 都是将德式写成道德的德 在新加坡老外不叫做老外 而是叫红毛 他们这边的发音是 昂摩 新加坡人很少用星期几 周几来表达 而是用拜几 意思就是礼拜几 但他们为了什么事 连礼字都去掉了 直接用拜几 在新加坡很多人把绿色说成青色 把红绿灯说成红青灯 另外呢还有一些用词上的差异 他们这边学生把教室称为客室 而不是叫教室 他们把公交车叫做巴士 原自英文bus 其实巴士你在中国讲的话呢 我们中国人也听得懂 但是你说公交车 新加坡人肯定很少有人听得懂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新加坡人很少说然后 我几乎没有从新加坡人嘴巴里面听出然后这两个词 那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then 今天我怎么样怎么样 then我去哪里哪里 then我又怎么怎么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词 叫做阿嘎阿嘎 比如说不要太认真了 阿嘎阿嘎就好了 你们知道阿嘎阿嘎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大概的意思 哎呀别太认真了 大概算一下就好了 你们觉得新加坡华语有意思吗 以后如果有机会来新加坡旅游的话 你们就会听得懂这些新加坡华语了 一个字 绝